女騎士逆向行駛人行道 遠景上前攔茶 聞到酒味 女騎士坦承上路前有喝酒 不斷詢問酒測或是聚測後果 多次撥打電話給丈夫 討論該怎麼做 還是什麼 聚測 不測就對了 給我們扣車 好 那我們開罰單 開罰單扣車完就可以走了 女騎士填寫完聚測單 吃上9萬元罰單 覺得被誘導 提起行政訴訟 判決書提到 圖姓女騎士承認有喝氣泡酒 不過遠景告訴他 可以選擇不吹氣 繳罰單而已 這不過要送法院 圖姓女子何先生通話 表明不要撤 遠景再補充 如果超過0.25 會送法院作筆錄判刑 法官認為遠景錯誤 鼓吹引導劇策 已經違反道交處罰條例 判決撤銷裁決 和台北市交財所研議 是否上訴 警方表示不是誘導 而是告知相關權益 測或不測 還是得由行為人 自己主觀決定 而且拒測單已經列印 當事人簽名 代表拒絕 法官見解和實務上出現落差 警方已經收到判決書 將會建請交通裁決所提起上訴 記者程慧萱 張乃俊 台北報導